呵呵 这不你们 不然不能说错话 对吧 嗯 忘记了是吧 好 飞哥不要离开直播街哦 呵呵 在这个 对的对的 呵呵 在这个 2023年 呃 感恩 真的 感恩 苏拉认识你们 然后呢 就是 现在呢 我有点激动啊 呵呵 也是有点高兴 嗯 就是 呃 苏拉 苏拉的话 呃 就是有时候 就是 嘴巴有点快 有时候容易说不好听的话 你们不要往心里面去 嗯 心里面呢 谁 帮过我的人 我都是感恩 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真的 从来没有忘记过 帮过我的每一个人 有 在这一年 有时候 哎呀打PK输了呀 怎么样的 有时候我容易不高兴的一个人 但这些都是小事 就是 这一年 我27岁了 27岁 呃 以以赖 就是27岁 从 大到27 里面 每 就是 我过得最幸福 最开心的 就是 2023年 就是 2023年 就是 我是最开心 也是最幸福的 然后认识你们 认识你们每一个人 是我的福气 嗯 真的是我的荣幸 通过这个抖音 我认识了 你们这么这么多的人 真的 像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过 像我们 老家的话 嗯 就是 你最亲 最亲的人 会 不会希望你好 我 我 我要是有不高兴的事情 我可以在 我的家人们 在你们面前哭 但我不会私下 对着我每个 每个朋友 或者亲人 亲戚 我不会对他们说 我苦 我 我 我难 那些我不会对他们说 因为真正对我好的人 是 是你们 你们 是你们 给了我一切 是你们 是你们对我好 所以才 还是 有的我 所以说 我感谢你们 反正 有你们 我真的真的很幸福 我也 过两天我就不祝福了 因为 那个时候是 春节 春节就 就不说难过呀 什么的 真正的事情 我很感恩 有你们 家人们 谢谢你们 真的 这一年感谢 球哥 对我的陪伴 反正 谢谢你们了 真的 谢谢 谢谢球哥 谢谢文哥 谢谢所有认识的家人们 我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们 真的真的很幸福 我希望你们 能够在 新的一年 希望你们 能够每天 开心快乐 你们对我好的 这一份情 希望 老天爷 或者佛祖 能够保佑你们 家庭幸福 越来越好 真的 我感恩 认识了你们 谢谢你们了 谢谢 希望我们都好吧 好吗 我希望 我们每个人 都幸福快乐 我有时候 就是 嘴巴 有点 不好 但 希望你们 不要往心里面去 也希望 你们每个人 都在我的身边 谢谢 有你们 知道 祝你们幸福 快乐好不好 好吗 祝你们幸福快乐 好吗 好吗 你们是 除了我父母以外 你们是对我 最亲最亲的是 你们 真的 是你们 还有 不在直播间的人 帮过我的人 有很多 他们现在 不在直播间 但是 他们帮过我的 我一刻 也没有忘记 真的 他们 是 是 每个 帮过我的人 给了我 就是 给了我 现在的一切 我今天 找了 20万粉丝 我也会更努力 我也 我也 我会更努力 会更坚强的 真的 我今天 很开心 因为 我这几个月 也是很努力 每天晚上熬夜 昨天 手很痛 地图哥 别上礼物 不用 谢地图哥 然后 这几个月 真的 我也很努力了 所以 有点生病了 本来我不想播 我想 初期那天晚上 想直播给你们拜年 想感谢你们 但是想想 还是今天祝福吧 初期那天晚上 我也不想哭啊 怎么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就 有你们就幸福了 真的 我也会努力 我要是 我就是 有点不高兴的话 就容易说出来 但是 所有每个帮过我的人 我都一刻 没有忘记